马可福音 第一章 施洗若汉传道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塞亚书上记着说 看啊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收藉他的路 照这话 若汉来了 在旷野施洗 全灰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若汉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再约但何里受他的洗 若汉穿落堂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全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耶稣受洗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但何里受了若汉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烈开了 圣灵仿佛甲子 刚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受试探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 并与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自后他 若汉下监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上帝的福音说 一期满了 上帝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信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杀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 他们就立刻捨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又见西彼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若汉 在船上保亡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彼泰 和故公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在家白龙 赶逐污鬼 到了家白龙 耶稣就在安息日 尽了会堂教训人 眾人狠欺其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兵的人 不像民事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 被污鬼附着 他哭叫说 那撒勒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上帝的圣者 耶稣扎鼻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罢 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 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致彼此对文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呀 他用权柄 吩咐污鬼 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依西门岳母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着雅各 若汉 尽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岳母 正害热并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也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们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负的 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自好了 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到旷野祷告 次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 在哪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轮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哪里全道 因为我是为这是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尽了回堂 全道赶跪 结静掌大麻疯的 有一个掌大麻疯的 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 必能叫我结静了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结静了吧 大麻疯即是离开他 他就结静了 耶稣严严的祝福他 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谨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 给祭司擦看 有因为你结静了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 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全阳开了 叫耶稣以后 不得再明明的进城 只好在外边 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 就会没办法 好的 好 咯 richt